假如有一個人畫一個指點 他從這裡走到這裡來 從P1走到P2來 我們有一些名詞澄清一下 P1到P2的位移就是這個項鍊 位移就是等於P1到P2所形成的項鍊 P1跟P2之間的距離 第一就是線段的P2 P1到P2的路徑就是這個 這個是路徑 這個的長度就是路徑長 或者這個也叫做軌跡 它長度叫軌跡長 路徑跟軌跡是一樣的意思 沒有理由 好 那現在就澄清完了 沒問題 我們現在看P9 還有這個距離 對啊 距離就是這個 P1到P2的距離就是這個 就是位移的絕對值 位移的大小就是距離 位移的大小就是距離 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看P9 他說路徑 C的話呢 為圓心 這是ABC 這是ABC C是圓心 D是斷點 然後他還特意說告訴你這個是30度 30度 好 他說呢 有甲以餅三人 甲的話由ACD 甲是這樣過去 然後呢 以油AB 再到VD 那餅是沿斧ABD過去 他說 他說 三者所形距離相同 對 三者所形的距離都是AT 所形的距離是一樣的 有時候人會說 有的人會那個距離 那個名詞沒有要弄清楚 他會覺得那個柄走得比較長 所以柄走的距離比較長 不是這樣 他指的這個是路徑長 路徑長他比較長 但是距離是一樣的 好 這樣看呢 B 三者位移相同 這個對 三者位移都是AD AD向亮 三者所形路徑相同 這個不對 第一 若甲中途則會取低 再到D 取物再到D 則甲所形的路徑最大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最大 我們看甲 S甲 比如說 我甲是半徑叫R 甲的話就是1R 2R 3R 4R 4R 甲是4R 對不對 我們先看柄的好了 柄的話是走半圓嗎 S甲是4R 4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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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甲是4R 4R 5R 4R 6R 4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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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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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R 1R 5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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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R 4R 你就知道說,應該多少? 這2r多少呢? cos 30 度 加多少呢? 2r3 30 度 這是1的 2r cos 30 度是這一段 是不是? 所以這是2r乘加3 2分之更好3加1 所以是更好3加1r 是不是這樣子? 對吧? 是不是 1.732 這個一定是比3.14要少 對吧? 好,那s 0是3.14 3.14又比4少 所以又比甲少 所以的話,甲是最長 甲如果中途再折回取物的話 甲的入境長一定是最長 對吧? 算是最多的 得到 對吧 好